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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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先生 二十三岁 来自广州文员 有请小林 林女士 二十二岁 来自广州模特儿 有请小林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因为前段时间我女朋友就感觉好像对我不管不顾 也不太在乎不太上心的 所以今天想过来解决一下问题 为什么疏远她呀 告诉她 让她死得明白 你自己心里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看看 就前两天 你快递单号那个事儿 我拿你手机记一下单号 打开你手机 我看到什么 你微信聊天见面 你管人家叫宝贝给人家发么么哒 那我不跟你解释过了吗 那是我一个就是游戏上的一个游戏网友 那我玩那个游戏就是结成一个游戏伴侣 就可以有那个角色上的一个属性加成 我只是想让我那玩那个游戏玩得更加好一点 那到后来就可能要提醒对方上线玩游戏啥的 才加了一个微信 那加微信之后 那她可能就想跟我的那个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小宝贝啥的那都是她让我叫的 不是说真的对她有感觉什么的 我只是敷衍她的 她让你叫你就叫 那我能不能也找一个男的天天喊我小宝贝 提醒我早一点睡觉可以吗 那你平时你一性朋友不也挺多的吗 挺好的 而且你还拿你前男友来找你来威胁我呢 那我跟她连联系方式都没有留 只是她刚好要路过我那个工作做活动的地方 她托朋友问我要不要见一面 然后我根本就没有答应 然后就是她自己的那些事我才拿来气她的 你说拿来气她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那一个多月里面 就是可能相处的有一点矛盾 然后她就拿她前女友的照片给我看 她手机里面还存着她的照片 等于刚交往一个月她就拿她的前女友气你 你就拿你的前男友气她 是这意思吗 就我们是有一个背景的 因为我跟她之前是高中时候认识的 毕业之后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然后呢到大学就因为一些原因分开了之后 也有各自的一个伴侣 然后到今年的四月份才重新走到一起 高中的时候 高中初恋 对 算是 读大学分手 又彼此找了 对 然后你们俩又在一起了 知道这背景了 接着说接着说 啊 就她那天她前男友来找她嘛 她她还跟我说是她前男友要找她复合来着 就闹矛盾的时候还跟她威胁我呢 那我也没有去啊 我连她的联系方式都没有 哪像你啊 手机里现在还存着你前女友的照片 那你前女友还说她毕业典礼 要你以男友的身份去参加呢 那这事你怎么说 那我不也没答应吗 那她现在有她现在男朋友啊 那她咋想我咋知道啊 那我知道你们有联系方式 你们现在还微信聊天 你拿我前男友说我 我跟她微信 是因为我当时跟她分开 也不是说闹啥的矛盾的分开的 我跟她还是能聊得来的 还算是一个朋友 我就觉得嘛 多个朋友多条路 我是这样想 所以才没做菜决 把她给删了知道吧 那所有朋友都是咯 那别的朋友 别的在聊的朋友都是咯 所以她还跟别人聊什么 对 前段时间或者是最近这一两年 跟女生聊的 就那个朋友就只有一个 她就在那儿说是 而且那个女性朋友 我是跟她在一起之前 就已经是认识了 然后平时也是有聊家常的 也不是聊什么暧昧的 我跟她聊天也是因为 因为我跟你闹矛盾嘛 想去找问异性朋友 看看就是从女生的角度出发 怎样去看她这问题 我只是想更好地解决一下 这些矛盾而已 你跟我的矛盾 你不跟我聊 你去跟别的女的聊 你的脑子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我也想跟你聊啊 那但是你总是找不着人啊 整天去哪儿也不说一声 总是微信也找不到 电话也不接 那只是偶尔 我只是有两次 我们同学 就大学同学啊 还有其他朋友 约着出去玩桌游 然后出门也比较急 然后那个地方 是那种轰扒管嘛 没有信号 然后手机都放一边了 然后也没有看手机 她就非说我不看手机 不接电话 你们俩这么的彼此不信任 干嘛要在一起啊 我也不是说对她不信任 我只是比较在乎一个点 是她好像对我 就是不理不睬的有时候 不理不睬 那你们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 就是后面 就是因为我感觉 她对我不太信任 然后我们俩也是分开 就工作原因 在外面租了房子 就我让她 在我的出租屋里面 装了一个摄像头 然后她就说 为了公平起见 她在她屋里也装了一个 就担心她 因为她也是 在那些城中村里面住 其实也不太放心她嘛 就是我能看到她在干什么 但是也改变不了 她不让我担心 就那天晚上嘛 我就四五点就可能 就睡不着醒来了 我就想着看一下她 睡觉时候的样子 给她结个丑照啥的 就去开个玩笑啥的 但是我一看四五点 人没在床上 我还想着 是不是说去厕所了 然后我等了十多分钟 结果还是没回来 我就打电话给她 然后她一开始 还给我在那装 就好像刚睡醒一样 就给我装 我问她在干嘛 她说在睡觉啊 然后我再三追问 然后把那个监控节奏 发给她 看她再承认跟朋友 在外面喝酒去了 那是我闺蜜失恋了 我后面跟你解释过 她凌晨两点钟 给我打的电话 然后我那个时候 我也看了监控 我看你睡得好好的 难道我要吵醒 你告诉你 我要出去了 那你给我 我跟她十几年的好朋友 那你当时你说你急 那你就发断微信 就几十秒钟的时间没有吗 真的有那么赶吗 就很赶 我打车我都来不及 我手机那天又没有充电 那什么都是你说的有理吧 我迁就着你就算了 就平时我跟我朋友 带着你出去玩 那还要我朋友 迁就着你 就那天晚上 跟我朋友出去玩 也带上她了嘛 玩到凌晨一两点 然后回到家附近 我朋友就说 第二天早上有事 得回去睡了也困了 然后她说她饿 然后就必须得拿走朋友 陪她吃宵夜 弄到四五点 你没有长耳朵吗 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说 我饿了吗 她们俩说她们饿了 你没听见吗 那她们是说她们饿了 但是她们也强调了 她们第二天早上有事啊 那我是觉得是你的朋友 我要陪好 那到后来再约出来玩的时候 她们也有所顾虑了呀 我自认为 我对你对你的朋友 已经很好了 你自己想一下 刚开始在一起那两个月 你花过你自己的钱以后 你现在花的 是不是我的钱 生活费 出去玩 我跟你出去 我买个什么东西 你要说我冲动消费 完了我给你买双袜子 十块钱三对 你说不要 十块钱四对 十块钱五对 你最后看了一圈 买了 就我当时经济条件 你不知道啊 就刚开始两个月 我还是有工作 我手头上还是有点钱 那我对你不也挺大方的吗 那花完了 又因为你 我当时工作也辞了 后来没钱了 那我生活消费差的 是不是得省点 是不是得货币参加 那不可能大手大脚的啊 那你那个工作 是你自己说 你不开心才辞的 那你后面找不到工作 你现在还在怪我咯 那我觉得也应该是怪你啊 那我没了工作之后 你工作也好 你放假也好 你就让我去哪都陪着你 那我哪有时间去找工作面试啊 我是不是拿着刀架在你脖子上 我求你陪我了 那我还最近倒想陪陪你 那真的想陪也陪不了 你说你忙 然后我一天问你啥 你也不回 你跟我说的 就那几句话问我饿了没 饿了就点外卖 然后你给我打钱啥的 那我为什么不给别人打钱 我为什么不问别人饿不饿 那你关系能不能多样化一点 不要那么单一的 就问我饿不饿 我也不是说没钱 吃不起饭啥的啊 哎呀我的妈呀 你们俩真是太可爱了 那你也 我想要的是一个 是一个有感情慰藉的女朋友 而不是说一个 没有感情的提款机对吧 多少人想要提款机 还要不到呢 那郭敬明是不是说过一句话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是一盆闪沙 都不用走两步 风一吹就散掉了 对 你现在都那么物质 总喜欢拿钱来说事 你以前也不这样啊 你以前都挺关心我的呀 总是问我这问我那的 你现在就只喜欢拿钱来跟我说事 你上大学之后还交了一群那些朋友 还 还经常性跟他们喝酒啥的 然后喝多之后还喜欢 把自己家里有多少钱给炫出来 我就不喜欢这种特浮灶知道吗 你也知道我喝了酒 你也知道我喝多了 那我喝多了 我说这个电视台都是我的 可以说可以说 喝多了吗 你也知道我喝了酒 我又不是故意的 是是是是是 那你就喜欢 太可爱了 就仗着你爸妈给你那点钱 就活得特逍遥 对未来也没有啥规划 对我们两个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安排 对吧 第一 我现在爸妈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你花我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一手一脚赚回来的 第二 我对我自己的未来有规划 我有想过 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 他们对我很好 那我就想 我们俩都 就是在我这种家庭环境情况下 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第三 我有在准备考研 我不是毫无规划 那你这些东西有跟我交流过 有说过吗 那你不知道吗 我不说你就不懂吗 不是你不说确实没人能懂 大体的事儿听明白了 他家里条件非常好吗 他家里有公司 有 但是你现在自己很独立 对吧 人家靠自己挣钱 这没什么呀挺好的呀 喜欢他吗 确实喜欢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吃醋 是吧 这个 你今天来就是求复合对吗 还是想把事儿问清楚 想把东西调节好解决一下问题 因为问题挺多的 有没有想过分手 那肯定没有 想分手就不会来这了 那也不一定啊 这几个人我跟你说 人家不分都要往死里分的 你知道吧 你这个小心点啊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 你看啊 在你的描述里她强势 对 在你的描述里她没有温度 在你的描述里她我行我素 对吧 对 而且在她的描述里 你不仅在游戏里有伴侣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还有一个异性的倾诉对象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女朋友的情感功能 有两个女人帮你完成了 不是这个 所以那你 你对她的情感到底是在哪儿呢 我是挺喜欢她的 就 因为她为人挺好挺善良的 然后也挺可爱的 就平时一些生活表现 我会看得挺心动的 但是的话 她平时给我的一些感觉 就没有 谈恋爱那种感觉 这就是 这就是我说的呀 这就是我说的呀 所以 因为你所有谈恋爱的 都跟其他的女性完成了 你对她的情感到底是在哪儿呢 所以你这个问题你要想 不用回答我 姑娘这臭小子喜欢她什么呀 她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嗯 然后 就刚刚说的 买袜子那事啊 就是说她不好也是好 因为我花钱大手大脚 然后我家又就我一个人 有时候她能管着我 你要找一个管家呀 就是喜欢平时相处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在没有吵架的时候 一切都很美好 啊 懂了 来吧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姑娘我特别想说 你们俩刚刚的对话 我听了一会儿 我就得休息 我得把耳朵关闭一下 因为我听到的是 你高频次地在质问她 而她是在小声地回答你 我相信在你们的生活状态当中 平时的相处当中 可能 这种状况不在少数 一直是你用咄咄逼人的方式 在教育她 教训她 她一直在回应 不知所措 可是事实上 你们感情的天秤不是这样 你明显地知道 她有游戏的伴侣 她甚至在生活中 还拥有一个实在的 可以倾诉的 所谓女性好朋友 她并不像你们俩 在互相争执的时候 表现出的唯唯诺诺 甚至有一点忍气吞声 我觉得这个就是事情 关键的根本了 当在一段恋爱当中 如果有一方反复让另外一方 感受到这种和其他异性之间的 暧昧 纠缠 牵扯不清 一而再再而三的 无论是现实 还是虚幻世界中出现 我觉得 那就不是完全纯粹的爱 她明知道你在意这个事 你甚至非常在意这个事 为什么还一直有这个事呢 所以姑娘 我觉得作为你来说 一切的条件看来 都是对你那么有利 偏偏 这爱情的天平就不偏向你 你的一切财富 包括美貌是父母赋予的 但是未来 比如说你要考研 这是你真正的努力 比如说你的爱情 是通过你自己去争取 忍让 包容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获得幸福的根本吧 而不是说与生俱来的 我拥有这一切 我就该得到更多的 所以及时地调整自己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 谢谢周琴老师 来 包红兄 男生刚才说 那个游戏女友 她对你有想法 你是心知肚明的 对吧 你讨厌她这样的举动吗 我 不敢 实话实说 不敢说实话的 我对她挺敷衍的 你对她并不反感 甚至心中还有点欣喜 有点自己感觉到 很多女生都喜欢我 有这样的感觉吗 因为事事摆在那里 你是被她意外发现的 她对你爱里不理是客气的 抱条如雷也是应该的 因为爱情 它是自私的 是有排他性的 是有占有欲的 女生这一点 没有错 我原来以为 你们两个人 曾经有过美好的初恋 你们现在是思念 初恋的情怀 条件成熟了又走在一起 但我更多看到 男生对爱情对情感 它存在着率性和随意的 人是情感动物 情感是看不到的 所以有时候 一旦情感悄悄的变化 在内心的时候 等你发现 真正发现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谢谢伯红兄 来来来 余老师 小余老师 这个男孩 我这么讲 就是他是用一种 所爱的方式 和要求管理的方式 来去从女方身上 得到那种那种爱 但同时呢 他发现自己的 那个情感的另外一面 还要通过游戏的网友 以及话聊的网友 来去弥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们真正的爱情 不是你们俩之间 完全产生的 而且那女方呢 也看似很强势 在对男方来讲 也进行了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管理和强势 包括换工作 也要听你的意见 最后换来换去 都把工作给换 没了 换没了就没了吧 最后说 来吃饭卖 我给你打钱 在某种角度来讲的话 也是一种纵容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 在心理上 都有一些自卑的层面在里面 所谓的自卑层面在里面 是说男方他会做比较 比较什么呢 比较家庭条件物质 所以呢就特别反对 也讨厌女方的炫耀 和物质的比较 其实你这就是在比较 这比较当中呢 也就把自己给比没了 觉得自己就不踏实 所以你也讨厌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同时的话呢 你们在角色竞争 或者叫身份竞争层面上 也经常拿别的前女友啊 或者别的这个暧昧的女友 来和对方去对抗关系 而女方也一样 会拿出前男友的这个身份 来去和对方对抗 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你们两个身上 都有自卑的那一面 然后要靠这个 去争取到自己的 一份存在感和身份 所以如果你们 是在这个层面上 去争夺的话 那我倒觉得 你们的感情基础 并不是很牢固 你们俩已经是在 渐行渐远 所以我不看好你们俩 请你俩好好思考 你们的感情在哪里 没有就算 谢谢 谢谢余老师 米娜老师 如果是来调节的话 我觉得你们之间 没有不可调节的矛盾 如果你是让我们来问 这一段感情 该不该走下去的话 我会说这一段感情 它早就该死了 在第一次发现 男生用微信 叫别人小宝贝的时候 死一次 女生说我要找前任的时候 死一次 男生拿出自己手机里 藏的前任的照片的时候 死一次 女生吵架的时候 说这个男生没有什么本事 都是花钱都是花自己的 死一次 等等等等 你们早就可以分手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 一直拖到现在 我觉得女孩 其实你没有那么物质 我是这么觉得的 问你 你花的是自己的钱 还是爸妈的钱 自己的钱 对 当你花自己的钱的时候 虽然嘴上在说 家里的条件怎么样 但也许 你只是想让自己 有一些安全感 通过嘴上说一些大话 吹个牛皮 让二十出头的女孩 觉得我在这一个社会上 是有根基的 我不怕 即使我摔了 我家里照得住呢 那只不过是 年轻女孩子的狂妄之词 它并不是代表 你一定追求的是物质 因为如果你很追求物质的话 你早就换男朋友了 这样好的条件 还至于跟一个穷小子 在这里 每天给他打赏盒饭钱吗 所以并不物质的你 在他面前讲自己的家庭条件 讲自己的物质追求的时候 你想给他安全感 你也想让他 能够激起一点奋斗的欲望 逼迫他成长 逼迫他现实一点 可是他呢 扶不起来啊 有时间打游戏去了 那么游戏打到生活里 还能交换了微信 你还在微信里继续喊宝贝 那这事真的不寻常 如果你只是组队战斗的战友 可能你在游戏里头 你哪怕叫人家点一点 在游戏里头问一下 睡了没 没睡的话一起来玩啊 我看你在线呢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都到微信了 你的时间在干嘛 你很清楚 为什么工资收入没女朋友高 为什么自己觉得自卑 你也很清楚 为什么嫌女朋友物质 你也很清楚 你不是嫌他物质 你是因为自己提供不了这些物质 而觉得自己自愧不如 自卑却又不肯努力 我也不懂你在这一段关系里头要什么 是要盒饭钱吗 早就该分手了 你跟女孩子 你们两个人互相给予不了 对方需要的东西 女孩 你接下来会不停地喝醉 因为现实让你太痛苦 你的男朋友会刺激的你 让你觉得现实处处不如 为什么长得漂漂亮亮的 一切也还不错 个人工作奋斗 也还很努力的女孩子 你会想 为什么我的男朋友这样 为什么我的日子看不到头 而男孩 你有这个女孩 不停地给你打盒饭钱 快餐钱 你也就成长不了 你在等着这个女孩 给你找工作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依赖地等待 你不会靠自己去找一份谋生的本领 你也不会去逼自己成熟成长 所以分手吧 假如你们想成长的话 谢谢米娜老师啊 问男生一个问题 你的生活里 除了这段爱还有什么呀 本来还是有些兴趣爱好 踢球 玩音乐 但最近因为都陪着她 最近这一年多都没碰过了 啥都没了嘛 女生你除了这段爱情 你还有什么呀 工作 还有呢 家人 还有呢 朋友 理想 所以这段爱情 对她来说 真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你来说 看起来很强势 但是这段爱情 占有了你生活的全部 不一样嘛 所以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想清楚 想明白 为什么这个男生会 一方面表现得紧张 监视无助 另一方面又在外面 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琢磨琢磨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吧 我也不是说 对你特别不满意 我知道我自己身上 那些不好的地方 我也可以跟这些那些 跟我有瓜葛的女性 全部撇清关系 也跟你保证 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但我也希望你 以后能多点给我关心 给我关怀 也希望你 就对未来的规划里面是由我 而不是说单纯的 就只有对自己规划 你觉不觉得 你跟我说的这个话 像是要再跟我 你跟他们断绝联系 然后来换我的一个规划 我觉得我还是 我们俩都好好考虑一下吧 谢谢两位年轻人的分享 谢谢你们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 请回 请回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总是骗我 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还动不动给我发脾气 对我跟他前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他总说我骗他 还不是因为我一出去应酬 他就只知道跟我妈告状 弄得我根本不敢跟他说实话 每次闹分手 他对我的态度永远都是随便你 你看都可以 对我的事情一点都不上心 我是真心喜欢他 可是他似乎从来都没有 把我毁坏在他未来的人生里 作为一个女生 她天天酬颜喝酒 我毕竟是有过一次婚姻失败的经历 面对现在的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郑先生 36岁 来自甘肃之园 有请小郑 有请 金女士 24岁 来自甘肃个体 有请小金 有请 欢迎两位 中国人叫六十一甲子 十二一寻 这正好大她一寻 是吧 一个属相 对 曾经你有过一段婚姻 是吧 是是是 孩子现在谁在带 孩子现在母亲在带 你母亲在带 对对对 因为平时我要上班 所以母亲带的比较多一点 跟你在一起生活吗 是 怎么认识的 这么漂亮一位女士啊 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 但是之间因为她去外地 失去联系了一段时间 很久很久以前 是多久以前 大概七八年前吧 六年前左右吧 差不多六年前吧 六年前 你十八岁的时候就认识她 对 你离婚几年了 离婚大概是两年了 你俩在一起久久啊 我们在一起也快两年了 不是因为她离的婚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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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我们俩就纯粹 以前就像是兄弟那样 然后就有什么话 就无所不谈的那种 这谈了两年恋爱后 觉得怎么了 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正式去离情侶关系之后 那一段时间就是 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吵过架 并且就是 就一直就是相安无事嘛 然后但是就是 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琐事 就让我们俩 会产生很多的矛盾 然后经常大小吵架都有 什么样的琐事 就比如说她经常出去 以前是经常出去玩嘛 但是就是给我感觉就是 我就会很没有安全感 她比如说出去喝酒的时候 她就不跟我说实话 她骗我 然后她就出去喝酒了 就有一次晚上她跟我说 她去她父母家住了 半夜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 她给我发消息 然后还有照片视频 就是她跟别的女孩子 在外面KTV唱歌嘛 表现还比较亲密的那种 然后我就给她发消息 打电话都打不通 联系不到她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她才回家 但是我确实到母亲家去睡的 然后但是突然临时朋友 说是叫着出去聚一聚 坐一会儿 我想着那阵再跟你说的话 你肯定要生气 又要跟我发火 但是我之前一直跟你说过呀 不管你出去干什么 你只要跟我实话实说 不要骗我 我都是不会去管着你的 她经常会这样吗 是一个偶尔为之的行为 还是说经常会这样 就也不说是经常吧 就是喝酒是偶尔嘛 但是就是比如说她有什么事出去 她不怎么跟我说实话 而且她不光是这么出去 她还故意跟我吵个架 她才出去 就比如说上次有一次 我们本来是约好了 做火锅在家里面吃 我就把火锅食材都收拾好 都准备好 等她回来吃 结果她回来的以后 就一直抱着手机 就跟别人发消息 应该是就是在约局嘛 在外面约着就要出去玩 然后我跟她说 我说你多吃点啊这样的话 然后她就很不耐烦的 就在那给我发脾气 然后最后就是有了两只口角之后 她就摔门就走了 走了之后 是去约局了 赴局了 对 赴局了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那后面她说了 因为她当天晚上也没有回家 也是第二天联系不上 然后才回她家 那我当时朋友好几年没见了 说好的一起说是出去就是坐一会儿 火锅啥时候都能吃 然后你给我在那摆着个脸色 不是 你是跟她说 我来了个朋友要出去见一下 咱今天不吃火锅了 然后出去的 还是说我是发了脾气就走 她并不知道你要去干嘛 我给她说了 说了就是她感觉 我们已经说好要吃火锅了 她就是很不情愿很不高兴那种的 是她说的这种情况是吧 我来了一个朋友很多年不见 她没有说这么详细 就说晚上有朋友 叫我要出去喝酒 我说你多吃点吃点了再出去喝呗 然后她那会儿 因为就一直在看手机嘛 就跟我说的话 就爱搭理不搭理的那种 然后就跟我发脾气就出去了 还为什么不带着她一起去呢 就是有时候朋友男人之间 就不太适合带她那种 这有啥不适合的呀 就是因为她们我们朋友 有那么几个都是单身的 然后我们会自己出去 会比较自在一点 但是第二天就是约好了 已经下午约好了 要跟她母亲 带她母亲出去喝茶的呀 然后她那天晚上又没有回来 又到第二天 然后我们打电话 给她发消息都联系不上她 那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内部解决 你不能因为什么事 都给我妈说 跟我妈高庄呀 那我并不是高庄啊 那你妈问我你去哪儿了 你去干什么了 我也只能是实话实说呀 我也不能在你妈面前 表现得我对你一无所知吧 然后让你妈感觉 我对你一点都不关心 你还有好意思说关心呢 那平常 主持人 我之前不是说过 我有两个两岁的孩子吗 然后她在带孩子的时候 我认为她就是 很多事情不够小心 不够尽心 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 结果我去商场里嘛 上个厕所 出来一看 孩子头上就一个大包 在那儿哇哇哭着呢 但是小孩子 哭哭碰碰很正常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 当时也跟你说了 你孩子就那么对我发脾气 现在孩子那个安全意识 也不是很强 现在他正是调皮的时候 经常爬窗户呀 然后自己就能把门开开了 我认为你这个事情 就不够小心 但是那就包括您和您母亲 就是带小宝的时候 也一样就是会发生 扣扣碰碰的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而且我只有那一次 这个不说 你吸烟也比较厉害 当着小孩面前那么抽烟 她吸烟二手烟 对她身体多不好 现在抽烟的女孩子 也都挺多的嘛 而且我就是工作上 会有很烦心的事情的时候 我才会多抽几个 那也得注意场合呀 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你在副驾驶坐着 她在后面的 你从那个车里面 风吹的那个二手烟的话 她吸上对她身体 是不是很不好 我就在车上的时候 我已经尽量 把那个窗户开到最大 然后把烟拿到车窗户 外面去抽了 我在她面前 已经尽量很小心了 回家以后 我也会去躲到厨房 然后把窗户打开 抽烟机打开 在那边去抽 基本上就是尽量 躲着在孩子面前抽烟 我认为你这个抽烟 还是不太注重场合 是让我比较反感的 一件事情 就像你上次去我单位 去我单位 你给我的同事还递烟 然后我们单位的同事 都是普通人 很少见到女孩子抽烟 你这样弄得我就很尴尬 下不来台 因为当时 你那个单位的那个同事 我也认识嘛 然后他当时也没有带烟 我就出于礼貌 就给他递了一根 那我不是在吗 我有烟啊 我可以给他递烟 那也不用你去递这个烟 你喝酒吗姑娘 我喝酒 这不光抽烟 这喝酒还比较厉害 平时我是偶尔喝酒 他这个应酬比我还多 有一次我去 就是紧急的朋友 有个事情委托 让我去帮着办理一下 然后当时我刚好 在外面吃饭着呢 喝了点酒 没法开车 我就想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开车把我送一下 结果给他打电话 才发现 就是我出去吃饭的时候 喝酒呢 他也就出去吃饭喝酒去了 然后弄得我这个事情 就没法处理了 只好叫代驾 等到代驾来了 然后所有的事情 都安排好了 然后说要去 朋友打电话说 这个事已经都办完了 结果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给人连去都没去 但是那你能出去吃饭喝酒 为什么我就不能呀 我工作上也有 就是应酬的这些需要呀 那应酬的话 出去喝点酒 也是很正常的呀 你自己的事没有顾好 在那儿赖我 你家里面的事 你不也不顾吗 家里面都是 卫生都是我在打扫 然后衣服我帮你洗 你还不领清 这个不用洗 那个不用洗的 不是 我是自己 有我自己的计划心 什么时候这个衣服该洗 然后洗哪一件 什么不该洗 明天要穿什么 你有时候把我那个黑衬衣 跟白衬衣一起洗 把那个白衬衣染色成灰的了 我第二天上班都没得穿啊 之前因为我洗过你 那件黑衬衣 它并不掉色 但是那次洗 就不知道它上面 是沾了什么东西 还是怎么回事 它才会掉色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耶 而且就唯独就那一次 你就一直在这翻旧账 我蓝一句啊 你们俩这个我听下来 好像不是特别的那个合适 你们有没有这个很冷静的 考虑过说 我们分开得了 因为男生还是那个状态的 我是一个单身的 我喜欢跟单身的人在一起 我需要自由的生活 你看我感觉你是需要这样的 女生呢就说我虽然是一个女人 但是我想独立地去生活呀 所以我也 你有你的酒局 我有我的酒局 对不对 你需要应酬我也需要应酬 你们俩有没有理性地思考过说 哎呀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愿意为彼此让渡出 自己的一些权利的话 有没有考虑过分手啊 也有就是想过 但是就是每次 其实就是我们俩 经常会因为这种特别小的事情 然后吵架嘛 嗯 但是就是说实话 真分手还是有那么点舍不得 但是就是说提分手 我也只是为了就是看一下 他就是对这段感情的态度 他是什么态度呢 就是我提分手之后 他就说那随便吧随便你 你这样都决定了那随便你吧 也不挽留 是嘴上不挽留 行动挽留还是什么样呢 我是嘴上跟心里想的 行动不一致的人 嘴上比较强硬 心里想的是去挽留 但是我嘴上不会去说 还故意又说 反正一些他不爱听的话 在你们的这个关系里 你们觉得谁的付出 稍微多一些呢 有没有觉得心里不平衡啊 其实吧 就是感觉两个人对对方付出 应该都是很应该的一件事 但是比如说 是两个人感觉 还是你觉得你为他付出 是很应该的一件事 算是两个人感觉吧 他也跟我说 但是就是 就我前面说分手之后 然后他就会用 比如说 那我们上次出去旅游 我花的钱不比你多吗 用这种比较就是感觉 稍微略有一点极端的 让人不太能接受到 了的这种方式来气我 然后再这么和好 再让我留下来 就是这种方式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是男生的钱花得多一些吗 就是你们这个钱上面 是怎么个花法呢 AA啊 各花各的 各挣各的吗 还是你都花你的呢 是怎么个花法呀 我们两个基本上是经济独立 但是花的时候 也没有太刻意地去在意 他花或者我花得多一些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可能是我的开球略微有多一点 略微多一些 因为男生嘛 这样也很正常 你们俩谁挣的钱多呀 我应该多一点吧 我想请你们描绘一下 就是如果有未来的话 在你们的想象当中 你们的生活样态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未来至少短时间内 该有的那些激情呀 浪漫呀 应该多多少少 都该有一点的 就不要太过于平淡 不然感觉时间长了 肯定会就是 太枯燥的那种 那是不是你会觉得 现在的日子 有点过于平淡和枯燥了呢 有点 你觉得了吗 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了 跟以前就是想的不一样了 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的 因为我的单位性质也是 就是拿工资那种 不像个体这种的性质 我就比较想要那种安稳踏实 就是稳定的一种生活状态 但是你对待我 跟对待你前妻的那个 表现态度就感觉真的就是 差的有点太大了 就比如说他们之前 出去旅游的时候 都住的特别好的 那种酒店呀 吃喝玩乐 都是当地特别好的 但是就是带我出去 跟我一起出去的时候 都是能省则省 因为我也是就想着 因为他还有个孩子嘛 然后能省则省 过日子呗 就比如说还有 他之前那个前妻 然后他过生日 他都是就是大摆宴席 然后买的蛋糕塔 几个香槟车那样 到我过生日就 只给我提一个那个 小蛋糕过来 我感觉真的区别对待的 有点太大了 但我想的那个 不是蛋糕也美了吗 生日也陪你过了 只是不是像以前那样 铺账浪费地去过那种 以前那种不成熟的 那种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刚在一起不久呀 我很世俗地问几个问题 可以吗姑娘啊 我说很世俗地啊 嗯 年纪比他轻 对吧 钱挣的也不比他少 对吧 他还离过婚 他还带一小孩 你看上他什么了 他会比较就是性格比较 就是有一部分比较好 然后就是每天跟他在一起 就是我们不吵架的时候 会很开心 他会很幽默分区 而且我们共同话题很多 各方面吧 其实他也有时候也挺温柔的 也会很照顾我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嘛 比我大一点 也就懂得怎么去照顾我那样 行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两位 就是我希望就是主持人 以及咱们的导师 能给我们俩一些意见 或者建议以后 还能不能走在一起 如果能走在一起的话 以后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他的想法 你呢 我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一直我们这样的生活状态 也不是我们心中很理想的 一个生活状态 所以其实现在两个人 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 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我们是否可以长久 如果可以长久 我们应该怎么做 大概是这三个问题 来吧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我先不说说谎的这个问题 我先说一下这个男生 出去不接手机 不联系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在想一个心理素质 多么强大的人 或者完全无视对方感情的人 才能够做到一晚上 不回信息 不回电话 不联系 到第二天 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 我觉得就这件事而言 我似乎感觉 男生并没有把你看在 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朋友 或者未来妻子的这个位置上 也许你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谎言 但在我来看 我觉得这是一种 完全漠视对方存在的行为 我一直在想 如果是我 我晚上就是爱人 或者是男朋友 一夜在联系我 我明知道他找不到我很着急 然后我就是不回信息 不回电话 第二天我若无其事地去面对他 我这一夜 我心里得多煎熬 多痛苦 如果你不在乎 你也没煎熬 也没痛苦 我不在乎 我就不会再和他交往 对吧 所以我好奇的是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你有这样的行为 你依然还在要求他 像一个母亲一样 对待你的孩子 呵护被制 不能有任何的 小小的磕伤或者意外 我觉得即便是母亲 都很难做到 听到你们的故事之后 我就觉得 姑娘 也许他真的不适合你 我觉得不是年龄上的 至少我觉得这个男生 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 让我感觉到没有太多的 情感成分在里面 谢谢 佛红兄 生活中 爱情中 每一种烦恼 都有他的理由 男生经常去唱歌喝酒 向自己的女友撒谎 他认为你是骗人 我也知道 这是选择性唐三 这是善意性谎言 但再善意的谎言 他也是谎言 女生我问你一个问题 两岁的孩子 现在叫你什么 阿姨 姐姐 叫我妈妈 叫你妈妈 你愿意接受吗 我愿意 愿意接受 我感觉这个女孩真的 也蛮不容易的 赵川老师说的对 她钱比你赚的多 又长得漂亮 她帮你洗衣服 帮你带孩子 但是她才24岁 她没有当母亲的经验 稍有不顺 你还要指责她 即使她心中 还是喜欢这个孩子的 但是这种喜欢 我想就是要从现在开始 慢慢培养感情 没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基础 以后哪怕你们 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她会不会把孩子 视同己出 和你一起陪伴着 教育孩子的成长 这就成为一个家庭问题了 我倒感觉 女生在这一方面 还是算可以了 人家才24岁 等到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叫她妈妈的时候 她欣然接受 那更多的是爱你 否则做不到 当然一切 我们当然为了孩子的成长 好吧 谢谢伯红兄 来 余老师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一顿情侣 和别的情侣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不仅是你们两个人的恋爱 而是你带着孩子 和你的女朋友在谈恋爱 其实这事可以反推啊 反推回来 如果你们两个分开了 想象一下 当孩子找妈的时候 你怎么交代 你和女朋友分手了 这只是一种 你们俩之间的感情和伤痛 但如果孩子想找妈妈的时候 找不到的时候 你要知道 那对孩子来讲 那就是又另外一次伤害 那女方呢 也想一想 其实你的恋爱 虽然你跟孩子接触 不是那么的多 但是你答应了这声妈妈 其实我能感受到 你想一想 以后你们分开了 那个娃还管你叫妈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你了 你会怎么办呢 所以你们俩的感情啊 就变得很复杂了 就想想 说白了 你看你难受 我也想想 我也替你们难受 尤其说到孩子 我们都是过来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恋爱和平时恋不太一样 我说这意思是 两个人要想谈 好好谈 好好谈的意思是什么呢 谁都有毛病 谁都有缺点 谁都不完美 我们也没办法说 这个人有毛病了 我们就不谈恋爱了 而是说 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 如何调整 你看啊 在代价这个问题上 我看到两人都喝酒了 那我没有听到 女方指责什么 但我听到男方指责说 你耽误了我的事了 那为什么同样是喝酒 居然有双重标准呢 我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事能说清楚 你有些大男的主意 我在退一万步讲 你如果没有这个女朋友的话 你还能长得更好的了吗 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真的很难了 但是我也在站在你的角度来讲说 你再找一个女朋友 其实你的模式还是这个模式 就是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双重标准的就意味着 我比你重要 既然我比你重要 那我就比你高一等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俩现在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这边是在谈恋爱 而你是在过日子 你们俩不同步不同品 所以你希望一个安稳 而那边希望是一个浪漫 所以你们的状态就不太一样 再加上你的这个大男的主意 认为我比你更重要 那么这件事情 就会容易形成你的这种交往的模式 所以呢 从以上角度来讲 我觉得男生你要做的是什么 不要高高上的大男主意 就是认为是应该 而是要放低你的架子和姿态 因为你长的女朋友就是24岁 比你小一轮的女朋友 那你就要尊重人家 这个时间段里面的感情的 这个感受和体验 不要让人家在这段时间里面 缺失了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没有这一环 它一辈子都遗憾 那么以后你们的日子 就过得非常的难 所以希望你能反思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能放低你的姿态的话 你们的日子会过得挺好的 真的不错的一个小女孩 好好珍惜 好吧 谢谢于老师 来 米娜老师 一上场的时候 有一句话我特别不爱听 就是赵春老师问您说 孩子在哪儿啊 你说孩子我妈在养 仿佛这个孩子不归妈 不归爸 就归奶奶 想把自己折干净吗 就是孩子不是我的负累 孩子不是我的责任 孩子是我妈的责任 当你自己都不能够做好一个爹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要求你的女朋友做好一个妈呢 这个女孩挣钱比你多 抽烟喝酒好强 但内心脆弱 渴望温暖 而且心软 所以才会看到一个离婚 带着一个那么小的孩子的男人 你都有的时候未必是爱呢 你那可能都是恻隐之心 我不知道你原生家庭怎么样 但你看到那个小孩的时候 那个小孩没有成为你的情感世界里的减分项 反而成了加分项 你因为有了这个小孩 你对这个男人多了一些忍耐和理解 你也因为这个小孩叫你妈 所以你对这个男人对你做的 毫无忌惮的那一些冒犯的行为 比如说一夜失去联系 彻夜不归 喝酒唱K 撒谎骗人 你都姑息原谅 因为那小孩叫你妈 你也认为 因为这小孩叫你妈 所以这男的对你会不太一样 你利用了姑娘的恻隐之心 但是你能给她什么 你娶她吗 跟她再生孩子吗 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我 这个我们我现在的我们俩的状态 我想的就是顺其自然 然后没有去逼着她去 顺其自然 你叫孩子叫人家什么妈呀 这是最伤人的事情你知道吗 你把这姑娘拖的 二十二岁跟了你 现在二十四 再拖几年慢慢年纪大了 顺其自然了 有一天你们俩分手了 也许是因为姑娘等累了要走了 那你孩子呢 再一次失去母亲 当你决定让你的孩子 叫一个女人妈妈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这个孩子 和她之间 做了一个无形的契约 女生因为这个无形的契约 爱你 爱这个家 爱孩子 而你却还在考验这个女人 既然她都没有通过测试 她还在实习期 你怎么能就给她 任命了这个岗位呢 在这段关系里头 最有问题的人是您先生 她才二十四 她的人生她还是个孩子 说白了 但是三十六岁的您 却在伤害着最小的 那一个两岁的孩子 和这个女人 而对于这位二十四岁的女生 我的建议是 如果她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还认为你需要经过考验 还需要边走边看 请你早一点抽身 否则你跟这个孩子之间的 牵绊更多 将来对孩子的伤害也会更大 谢谢敏达老师 今天如果我们提炼一下的话 高频词是关于身份 是身份 就是先生可能身份的转换 还没有做好 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你想清楚了吗 我现在是男朋友的身份 仅此而已吗 你首先是个爸 这是你的第一身份 所以女生的这个身份 也就混乱了 女生你现在到底是个啥身份啊 你是别人的女朋友 怎么就变成了别人孩子的妈呢 不 你的第一身份是女朋友 而不应该是孩子的妈 所以 你们两个人真好高分 是女朋友现在 对 所以你看 因为身份不轻 所以让两个人 对整体的做法 就是你们在情感当中的做法 就完全乱了 乱了之后 肯定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如果他能回复到 我首先是一个爹的状态 那么你所在意的 他的应酬 他的无责 他的不接电话这件事情 不会发生 一定不会发生 对吧 如果你把自己摆在一个 女朋友的身份上 你是不敢 让那么点的孩子叫你妈妈呢 因为叫了妈妈 就像余老师和米娜老师分析那样 那就是另外一种身份了 所以现在可怕的是在什么地方 因为身份不轻 让三个人的关系 成了一锅烂粥 这个对先生来说可能最好 就我们看实际获利者啊 这是实际获利者 就是我进可以娶你 退可以离开 但是你恰恰忘记了 你那孩子咋找 因为孩子在心理上面 已经认知这个是母亲了 那个生母走得很早 离开这个生活了 叫的第一声妈 是管这个叫的 那这个就是她的妈呀 所以你说这个乱不乱吗 因此不是我们要给你们看 你们要不要在一起 你们是不是合适在一起 是因为你们的关系 从开始的时候 就是从混乱开始的 你没有捋清楚你上一段 为什么婚姻走到了尽头 你没有想清楚 你也没有想清楚 你也没有想清楚 自己一个人 包括在妈妈的帮助下 怎么带着那个孩子去成长 你没有想清楚 然后你裹进了一个 你们确认身份的 你们确认身份的所谓哥们 对吧 进入到你的世界里 结果进入到你的世界里 这姑娘又稀里糊涂的 进来之后 就特别善心大发 母爱大发的这个 说我就当妈了 还特别主动地承担了这个结果 而在她的心里 她现在还是一个单身汉 所以她会理所当然 顺其自然 跟她那些单身的朋友 她们出去玩 她一点亏欠没有 她因为她的心里面 她的心里认同 还说我是一个单身汉呢 你们看怎么办 就老师们帮你们找到了 这段关系混乱的原因 能不能在一起 怎么去梳理 那是你们要不要 改变自己身份的问题 所以你们好好想一想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刚才听了老师们的 一些建议和意见 我感觉我们两个逐渐问题 可能应该大多数都在我 所以我以后想的是 尽量去慢慢改正 自己身上的不良习气 然后把自己的角色 然后和位置摆清楚 少一点大男子主义 反正 还是不想和你分开 我感觉我也应该 确实应该像老师讲的 审视一下自己的身份 然后考虑一下未来 该是怎么样的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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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好了 电视集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接下来就看一看 这对情侣做何选 请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啊 请彼此善待 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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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了 电视集前的观众朋友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 静约AP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又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 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险机 有网友提问说 女方提出跟我合租 说为了省房租钱 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这对女孩 而清白和声誉都不好 我一个男生当然没什么 可她是女生就不一样了 当然距离产生美 在一起免不了会有一些摩擦和碰撞的矛盾 都有个人的空间也挺好 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和误会 我想问一下老师 我应该如何 首先呢我想肯定一下你的想法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打算结婚 或者你们没有结婚的这个准备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同居在一起 因为千万不要把恋爱提前谈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 所以呢你的这个想法 只要实话实说 跟女友好好的沟通就可以了 一片含有16种维生素矿物质营养 本栏目由汤晨贝剑冠名播出 在这里感谢汤晨贝剑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